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在今天中午的简报上确认 洛杉矶县新增128例新冠病毒确诊以及新确诊4例死亡病例 全县确诊病例达到662个病例 随着检测人数越来越多 洛杉矶县连续两天确诊人数过百 确诊数字直线上升 洛杉矶县已经成为加州疫情的重灾区 洛杉矶县公卫局局长巴巴拉·费雷尔表示 今天确诊的其中一个死亡病例 是居住在城市Lancaster的一名18岁以下的青年 另外两人在50岁到70岁之间 当中居住在城市West Adams的一人有潜在的健康状况 而另一名死亡病例仍在调查中 我们回顾一下今日南加州新闻择药 洛杉取得2万套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 预计将在近日达成每日检测5000人的目标 该项检测为免费 现在优先测试抗疫前线人员 医护人员 政府将尽可能让更多需要的民众获得检测 在确诊人群中 80%的病例年龄为18岁到65岁之间 42%的年龄为18到40岁之间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巴巴拉·费雷尔表示 这种病毒可以感染所有人 3月24日出现18岁以下的确诊死亡病例 无疑是再一次敲响新型冠状病毒危险性的警钟 全美包括加州、纽约和华盛顿州疫情升高 枪支销售激增 洛杉矶县警长雅利克斯·维拉·纽瓦表示 根据县内颁布的Saver at Home居家禁令 枪支门店不属于必要性营业机构 将关闭当地枪支商店 同时他也宣布将继续加强警力 增加1300名警员进行巡逻 是目前南加州执勤数量的两倍 以预防任何形式的冲突发生 为防止监狱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自上月28日开始 释放刑期不到30天的罪犯 囚犯人数从17076人下降到16459人 全县的逮捕人数 已经从平均每天300人减少到大约60人 迄今为止 洛杉矶县一共662确诊新冠肺炎 包括11例死亡 另外已有119例阳性病例住院 陈县一共有65人 河滨县有45人确诊6例死亡 圣伯纳丁诺县有17人 圣地牙哥县有205人疑似确诊 而泛杜拉县则有35人 天下卫士将为您每日继续更新